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十分感人的科幻片 人工智能 由于温室效应 地球上许多城市被融化的冰川水淹没 人类为了维持生气 一些先进的国家开始限制生育 并制造各种智能机器人为人类服务 哈比教授是一名机器人发明家 他一直想要制造一个拥有真正心智和情感的机器人 于是独一无二的孩子机器人大卫被制造了出来 他把大卫交给了一对儿子即将面临死亡的夫妇 同时二人被告知 大卫的情感一旦被启动就会永远刻在心里 如果父母反悔 就只能将他送去焚烧场处理 大卫的出现给夫妇二人带来了快乐 他们渐渐接受了大卫 并启动了他的领养系统 还把家里的玩具机器人泰迪送给了他 让两人意想不到的是 亲儿子马丁身体逐渐恢复 把马丁接回家后 他常常捉弄大卫 他哄骗大卫说 剪了妈妈的头发就可以得到他的爱 大卫信以为真 却不小心失手划到妈妈的眼睛 这使家人开始觉得大卫存在威胁性 一天一家人外出游泳 马丁的朋友想要用工具伤害大卫 大卫紧紧抱着马丁求他保护自己 但两人却失足掉入水中 但大卫紧紧抱着马丁的这一行为 使马丁差点淹死在水中 大卫眼睁睁地看着妈妈把马丁救上岸 而自己则沉入水底 两次事故使家人对大卫失去信任 妈妈不得不含泪把大卫送去焚烧场 但路上却很不下心 他把大卫和泰迪抛弃在半路 让他们自己逃生 大卫不停地哭着恳求 也没能挽回妈妈 他想起妈妈读的童话故事里的蓝仙子 把木偶变成了人类 于是大卫觉得 只要蓝仙子把他也变成人类小孩 妈妈就会重新爱他了 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蓝仙子 然而不幸的是 大卫不小心和一群废弃机器人被抓走了 他们被带到一个用销毁机器人来赢得人们欢呼的刑场 他和一个情人机器人乔一起被带了上去 情急之下 大卫开始不断地呼救 由于大卫实在太像人类 而一般的机器人也并不呼救 于是场上的观众认为 大卫就是人类 愤怒地要求放走大卫 大卫和乔一起逃到了燕都 他们在燕都找到一个万事通博士 并从他口中得知蓝仙女在曼哈顿 于是两人又开走了警察的飞机去找蓝仙女 曼哈顿其实就是个被冰川摧毁的城市 他们把飞机停在了一栋大楼前 大卫在这儿见到了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而大卫坚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妈妈也只属于他一人 于是愤怒地将眼前这个大卫毁掉了 此时片头的哈利博士突然出现 他表示很激动 自己发明的情感机器人真正有了自己的意识 大卫在这里见到了许多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躯体 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是唯一 崩溃地从大楼上跳了下去 坠入海里 他在海底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蓝仙子城堡 但却马上又被乔救了上来 大卫兴奋地告诉乔蓝仙子就在海底 可警卫却突然赶到 乔在最后一刻帮大卫把飞机调成下潜模式 并喊道我存在着 我曾存在过 随之就被抓走了 大卫和泰迪一起终于见到了蓝仙子的城堡 很快就找到了蓝仙子 他开始一遍又一遍地祈求蓝仙子 把自己变成人类小孩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从未停歇 直到2000年后 人类早已灭绝 而大卫和泰迪早已进入机器休眠状态 这时的地球来了许多智能外星生物 他们还原了大卫脑海里的家 因为大卫是现在地球上唯一具有人类记忆的机器人 他们决定完成大卫的心愿 大卫在外星人制作的幻想里见到了蓝仙子 他请求蓝仙子将妈妈还原 于是 外星人用泰迪身上保留的妈妈头发重生了妈妈 但重生的妈妈只有一天的生命 大卫和妈妈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天 此时的妈妈记忆里只有他 他也真正的属于大卫一个人 大卫从未如此快乐过 故事的最后 大卫躺在了沉睡的妈妈身边 闭上双眼 满意地睡了过去 也许在做着机器人从未有过的美梦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搜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